台东县农会和县政府合作推出各地区农会的系列油城体验 受到不少民众好评 带动不少的农业新商机 而最近几年台东县农会再推季节限定油城 根据不同的农特产品生产季节 制定专属的农油体验 目前主推池上采梅油城 让民众可以走入梅圆、采梅与野菜 体验腌制梅子DIY 要创造新一波的农油商机 农场的主人带领民众走入梅圆 栽彩等会要进行DIY制作的梅子 同时也介绍这家种植的各项野菜 让民众了解哪些是可以用来使用的 四道阴潮、山芹、果干 我就先栽这举种这样 台东县农会在去年推出了农油体验油城 成功吸引了不少民众前进台东各地 了解并体验各地区的农产特色 今年县农会再度辅导各地区的农会 依照不同季节的产物进行规划 目前首推池上的采梅油城 带领民众走入梅圆 体验采梅以及进行梅子DIY的制作 同时也介绍园区内所种植的天然野菜 并教导民众相关的野菜知识 那为什么会想说在梅子底下种一些野菜 因为比较凉啊 比较不用浇水啊 在梅子树这样省浇水省了很多啊 比较不会晒 像夏天就比较不会晒坏掉 野菜大的接收度可能不高啦 那经过它这样加减 可能我们就会比较会知道这些东西是可以吃的 因为你在路上看会可能以为它是杂草之类的 那我们梅子采下来的时候 我们先去清洗梅子 梅子洗完的时候 我们要给它晾干 配合先农会的旅游业者也指出 目前台东所推出的农游体验 接受度颇高 十分具有潜力 像尤其是台东最近 做这样子的一个行程 让很多的游客都会 一样回到台东这边来 做这样子的一个 游层的排列的方式 组合方式来做这样子的一个旅游游层 台东县农会者表示 本次限定的游层活动 自即日起至5月7号为止 只要满八人集成团 每人费用千元游找 参与的民众将可以体验梅圆彩梅子酵汁 米蛋糕 环保神提带等DIY的体验 欢迎想要体验的民众 可向池上香农会进行群洽 记者陈静玲池上香报导